八大碗因地产食材不一 因而菜品也不同 如今乔家满足八大碗 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这八道菜分别是满足吉祥菜 老满足过年菜 酸汤飞龙角 萝卜丝露心汤 米豆腐炖袍子肉 满足一品驳风 满足香锅大宴 和满足野生大黄鱼 实质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八道菜和最初的八大碗相比 在食材的挑选和搭配上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满足八大碗在当时来说 就有一句话叫不食者不食 等现在大家理解以为好像说 不是这个季节的东西不能吃 其实过去不是 不是这个季节的东西 它根本没有 好不说咱们夏天有黄粿 到冬天了就没有黄瓜了 所以满足八大碗夏天可能在碗里的 它就有黄瓜 冬天就没有黄瓜了 而且到冬天的时候满足人开始打猎了 就说当打到猎物的时候 冬天就有猎物吃了 等夏天可能上山有山珍 有木耳 有蘑菇 有野菜 它有这些东西吃 所以说满足八大碗在过去呢 是根据一年四季大自然的布团变化 而来呢所创造的这种丰富的饮食 乔家满足八大碗 现在的取材可以排除季节的限制 除了萝卜 土豆等石令蔬菜 也包括了驼蜂 野生大黄鱼等名贵食材 但是唯一没有变化的 是对满足文化的坚守 我非常幸运 在这家的餐厅里 是 Mr. Chow 我会问他 从我们这个满足吉祥菜开始说 好 因为我们满足呢 有一种吉祥满足 所以说吃这道菜呢 代表着吉祥如意 大吉大利 我爱中国超级 所以这种菜后面 全部都很好 我爱这些东西 我爱数据 我爱八大碗 我爱八大碗 所以我会去这 我看到它有 芝麻 满足流行 婆婆令 也就是吉祥话 在这八大碗中 处处都有体现 满足吉祥菜的主料是 山鸡与板栗 取其谐音 即大吉大栗 够了 好烤 下一道菜呢 是老满足过年菜 老满足过年菜里面 则有豆腐 浮竹 代表福气多多 干辣椒代表红红火火 而丸子代表圆圆满满 嗯 汉好酱 汉好酱 多吃 多吃 很美味 很美味 豆腐的味道 非常美味 饺子呢 饺子呢 代表满足人认为是元宝 飞龙呢 是宁吃飞禽一口 不吃走瘦半斤 满足人认为 飞龙呢 是最鲜嫩 最好的一种 飞禽 而且饺子呢 又代表元宝 所以说呢 也就是 最尊贵的客人 最高档的客人 满足的一种 煎面磊 这道菜是露鑫 代表着心想事成 这道菜 他曾经有过一种 煎面磊 这道菜是露鑫 代表着心想事成 这道菜 他采用的 是新鲜的露鑫 和白萝卜为原料 露是满足人 一直都十分喜爱的野味 露鑫又营养丰富 可以氧气补血 震静安神 自然是八大碗首选的食材 白萝卜有超强的解毒功能 满足人常说 萝卜丝塞参汤 有益健康 所以 这两种食材相结合 恰到好处的 起到了延年益寿的效果 他们只需要稍稍过水 再放入高汤中慢炖 就可以成就一道 健康营养的美味 and I wanna try this to try this this is funny because when I try it the texture is exactly the same when you eat a cow tongue or a ringed tongue or a ringed tongue the same blood same flavor good what's next my friend this is 米豆腐烧刨子肉 鲍子呢 是一个特别能奔跑的动物 特别有营养 而且满族人呢 又是一个狩猎民族 祖先呢 就是能打到鲍子 是一种无力的象征 能力的象征 power power 能力的象征 like a bull 来 i'm gonna try the raw deer which will gonna give me the power i need mmm beautiful flavor i must say this layouts remind me more closer to a lamb or to a goat лет e then the deer really nice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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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米豆腐炖袍子肉 同样是一种炖菜 实际上在清朝 八大碗能集中 扒 焖 酱 烧 炖 炒 蒸 溜等 所有的烹饪方法 虽然现在不急过去 却也十分全面 这道满足一品驼风 就必须蒸或溜 滋味可与熊掌媲美的驼风 含有大量脂肪 不适合炖煮 为保证原汁原味 营养不流失 扣碗蒸是最好的方式 周围配以鸡蛋 一同蒸半个小时 口感与营养才结合到最佳 最后浇上浓浓的酱汁 一道寓意生活丰富多彩的佳肴 就成了 我从来没想到吃了 我曾经吃了鸡蛋 我从来没想到吃了鸡蛋 但它很柔和柔和柔和 它在嘴里沸溜 所以现在来到鸡蛋 满足香锅大雁 主料为飞禽大雁 寓意红浮齐天 酱焖而成 滋味悠香 非常好 非常简单 非常好 最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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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桌盛宴最后的鸭轴菜 是这道满足野生大黄鱼 这道菜道出了满足人 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也最能体现八大碗烹饪的复杂性 以及对食材的讲究 美丽 但相信我 非常美丽 主料大黄鱼 主产于中国黑龙江水域 身躯庞大 一般重五十至一百公斤 黄鱼是鱼鱼的一种 全身是饱 肉厚刺少 味美而鲜 被誉为淡水鱼之王 因它起源于亿万年前的白鳄纪时期 又有水中熊猫的美称 黄鱼块用高汤煨过之后取出备用 自然的鲜香早已经散发出来 新鲜的土豆切块后 需先放入热油中炸制 直至表面金黄外酥里嫩 然后用花椒姜片葱段爆锅 先放入黄鱼块大火爆炒 再放入炸过的土豆炖炖煮 各种鲜香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出锅时 汤汁收到恰到好处 散发着强烈浓郁的香气 美丽 这带着韩国式的味道 它有点甜点 有点酸 鱼的味道是完美的 我喜欢它 如果你来到陈地 你必须试试一下 因为它真的很有趣 乔家满足八大碗 是属于成德市内 更多融入现代音速的 传统饮食享受 但是在成德风宁满足自制县里 还存在着 比较原始和朴素的八大碗 沙卡